指甲油 如果你像我一样平常忍不住会咬自己的指甲的话 指甲油被你吃进去 这个危害对你的宝宝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香水和精油 这东西里面是含有色香的 喜欢上宫廷剧的大家都知道 究竟那些妃子撒色香让它们流产 所以我就不过多解释了 除了我说的这几样东西 其他护肤给化妆并面膜 你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它 其实在录这期视频之前 我有问我一个做医生的朋友 我问他 面图是不是不能化妆 他很疑惑的问我为什么不能 比起空气中的尘埃 食物中的农药残留 化妆体对身体的伤害 真的是微乎其微 谁都希望自己每天漂漂亮亮的 不然因为自己怀恋 就让自己每天变成一个黄脸婆 照镜子都觉得自己难看 你愿意这样素面朝天的出去吗 别人也会觉得你不爱打扮自己 慢慢的 这到对自己的心理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不仅对你的身心有影响 而且更不利于自己的态儿健康 快点开开心心的做个宝妈吧 最后记得关注 我是那个声光音八楼 正经教练美的不正经 我们下期见 拜拜